假如说要找男生女生 特别注意 只要把姓名 性别电话 这下面把它写直播 那就可以 那这里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今天 课本里面是要求我们 性别这个地方也出现 不过我是觉得这一栏好像 有没有出现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希望 性别这一个栏位显示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呢 有没有看到 显示有没有 显示你不能把这一个栏位 cancel掉啊 你如果删掉 那就没有办法下准则了嘛 所以我既然又要他 可以下条件 又要让他不要出现 很简单嘛 你看到排序下面不是有个显示 这边不是有打勾吗 打勾取消 按一下就好了嘛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如你今天 某一个栏位是又要 判断 准则又要让他不显示 你就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你就把这边做个补充好了 其实我们课本里面稍微改一下 不要显示性别 那最后我们把它存档 存档的名称呢就是根据 五支三十三页的中间这边就有一个名称也没有 五支三十三页中间 所以你就输入了这个就把选举改进那一期就好 然后查询名试 后面的话就是 确认显示男同学家中的电话码 这样子输入就可以了 然后把画面还给各位 给的 来了 给的 给面 给 dedic